周洪旭 中涉行接受中国高层指示 来台发展共谍组织 台北地院昨一违反国家安全法判处 周一年二月持续积压 但解除境界 记者于成汉摄影 分享前政治大学陆生周洪旭办共谍 被控国安法发展组织为赛罪 周在侦查中被积压境界 认罪 审判时分工 调查局理由我可求自由的心理 我才认罪 法官没有采认周的辩词 昨天判周洪旭有期徒刑 一年二月可上诉 周洪旭案侦查启动 宣判时期都敏感 调查局三月推动保房工作法 实力后对案子收网 宣判的时间点 则与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 接受大陆湖南省岳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省接近 周被积压迄今半年 昨天出庭听判 和疫情宣判后解除他的境界处分 但继续积压 周洪旭去年九月自政大毕业返回大陆 今年二月以商务人士身份来台 他于2014年在上海市参加两岸交流活动 揭示大陆版物机构理性人员陆续接受里的招待 后授里的指示于在台就学经商期间勿测 引药我政府单位人员发展建立组织承诺由大陆官员招待旅游费用 令提供工作报酬给被吸收对象 去年周接触我政府单位公务员听闻对方表示职业前景不佳 建议对方在原职务上为大陆工作 每计可领取一万元美金的报酬 并答应对方以自由行模式赴日本新加坡旅游 安排与大陆官员洽谈工作细节 不过周卫不见成功 检调搜证将他逮捕 周侦查时自博 在法院审理时翻功便称 我觉得调查局人员是理由我对于自由渴求的心理叫我认罪 不过法官调查后认定周卫设不正利诱 他的犯罪自博是在自由意志在所做的陈述 周被检调指控他在台发展组织变称 我是吹嘘的 我被人设局陷害 法官调查发现证人与周的谈话录音一文中 周对工作内容报酬给付 与大陆官员会晤等细节都能清楚交代 显非胡作吹牛且内容是由周主动告知 检举人只被动接受资讯 加上搜索周时扣的大陆理性人员的名片等证据 认定周有罪 法官调请考量他请引诫一名政府人员 且未遂判决他一年二月徒刑 交部不影响两岸学生交流 周鸿旭一审判有罪 教育部国际级两岸教育司副司长张新淑表示 此事不会影响教育部对两岸学生交流的开放态度 依规定学校也会在境外生的入学活动中 告知台湾法律相关规定 国台办干扰交流 坚决反对 特派记者林亭瑶北京报导 前陆生州红旭社共谍案 台北地方法院昨天一审宣判有期徒刑 一年二个月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丰山作回复媒体提问时表示 我们高度关注涉及大陆民众在台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一段时间以来 台湾当局干扰两岸交流 动作频频 这是有目共睹 不得人心的 对此我们坚决反对